一个人如果认识圣灵 也遵行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得乐 你实践出来 你会被带入 被引导进入一切的真理 各位记得吗 我们主耶稣讲这句话 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 当他讲到圣灵的时候 是16章 12节跟13节 我们主耶稣在讲 圣灵的奥秘的时候 讲讲讲讲到一个地步 最后主耶稣说 我其实还有很多话 很多话要跟你们讲 但是是你们不能担当的 讲这句话 只等到圣灵来 他会引导你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各位什么意思 我就听这句话的时候 真理是什么 我们主耶稣的意思是 我现在跟你讲天上的东西 用很多比喻讲 纵然你们理性是听到了 你们好像听得懂 很多人讲 牧师我听得懂你讲什么 你们是听懂华语 你们听不懂现在那个灵异是讲什么 你们不懂那个华语里面要造成的心灵是什么 所以呢我跟你们讲 但是你们不能担当的 太overwhelming了 超出人的理解的 因为跟灵魂的东西有关 所以只等到圣灵来 他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进入各位真理不是懂的 真理要进入的 什么意思 真理要 接着你的理性 你的情感 你的意志 你的生活 融入进去真理 融入进去真理的时候 你才明白 原来真理讲的是什么 什么叫做 我是荣耀的神的儿女 什么叫做 上帝接着我祝福列邦万民 什么叫做 接着我每一个脚步 来成就世界福音化的事 不明白 等到圣灵来 圣灵来了对不对 充满你们了 你们起来讲道 逼迫来 逼迫来 你们更是传 传了之后呢 然后你们遇到种种的事 各样的问题 然后呢 在这个当中呢 圣灵再给你们新的感动 新的恩典 新的路 更大的门打开 然后你们经过这一切之后 你们才明白 主耶稣三年半教导你们的东西 祂在你们当中行的那些事情 现在你的脚步 你的生活 你都看得到 成就出来 你才明白真理是什么 听得懂吗 所以这个叫 圣灵来 要带领你们进入 go inside 一切的真理 不是只有懂真理 这个进入这个奥秘 何等的奥秘 对不对 这个 可能有些人也听不懂 这是什么 对不对 但是就是这个 你们进入 上帝是 要我们进入真理的 所以你实践那个感动的时候 你一步一步走下去 你才懂 主耶稣讲的 什么意思啊 全部讲的 祂所行所教训的 怎么成就出来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